來 阿姨來了 來 張透賢 謝謝 平凡阿姨 文玲 妳來了 我聽到妳要來 我就特別煮了一些 妳喜歡的菜 這麼多的菜 我就跟冠華講說 到外面餐廳吃就好了 不要花力氣做菜 妳一定辛苦了 不會 阿姨 外面餐廳 那無您做的好吃 阿姨 請坐 要客氣 來 坐 阿姨坐 來 冠華 妳媽媽呢 她跟朋友去聚會 宜萱去上課 如果她知道妳來 她一定很開心 我最近聽冠華說 妳在公司很忙 沒什麼 就幫妳兒子 處理一些小事情 這個我就好好說一下 阿姨盡心盡力 在替新運動規劃網路商店 阿姨也同意阿姨做了 那大哥大姐在背後衝康 那說什麼Alan聽到很生氣 阿姨這邊就停下來了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會有什麼誤會 大哥大姐就只想獨佔心滑 怕別人比她強 因為事情忘了 阿姨要提拔我 她們就氣成這樣子了 更何況是阿姨 而且哪有那麼巧 阿姨才答案阿姨說可以做 隔天Alan就來公司了 一切都是她們在搞鬼 不要講那麼難聽 哪有誇張 哪有誇張 我看得很清楚 阿姨 難道妳真的要放棄 怎麼可能放棄 對 像是Alan他真的誤會了 我對網路商店的規劃 那當然一定要想辦法 不要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阿姨 我聽妳 老公 你之前是不是見過Alan 有 在那個簽約慶公宴的時候 我跟他喝了幾杯酒 他這個人還挺龜毛的 藝術家 但是順著他的毛摸就沒事了 那你們要不要直接約他見一面 好好跟他解釋一下 阿姨 妳覺得怎樣 要不要約他見面 如果能夠讓他了解我們的看法 就算他不做 至少沒有讓他誤會 那我們一定要安排這個事情 老公 之前明方阿姨幫我們很多忙 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幫他 這是一定要的 阿姨 妳放心 家裡有文林 公司有我 我們一定挺力挺到底 謝謝你們一直支持我 好 不要再聊公事了 趕快吃 請 謝謝 我只給你們五分鐘 講快一點 好 馬上 我們好像見過 你說你是什麼助理 但是 他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助理 他是我們董事長的特助 你就是我們董事長夫人 來 這個是我的名片 大志 你是得獎的設計師 每次發表新作品 總是萬眾矚目 你跟我們辛華合作 就是我們辛華最大的招牌 所以你們打算把我這塊招牌的作品 放到廉價副品牌的網路商店裡面 我昨天已經說過了 我的設計不是地攤貨 如果你們真的要這樣搞的話 麻煩你們去找其他三流的設計師吧 那你們覺得新加坡的Jimmy Lee 還有日本的Seki Yamazaki老師 是三流的設計師嗎 你開什麼玩笑啊 這兩位是這幾年 時尚界最被看好的超級星星 尤其是Jimmy 我看他三年內必定成為大師級的 這個月底 我跟他約好在上海碰面 有一隻 難道你們辛華要跟他們合作 這兩位 是我們特助規劃的網路商店 預計要合作的 我跟他們接洽過了 他們都很有意願 怎麼可能 其實上一次是我沒有仔細說明 我是想改變新運動網路商店原先的規劃 不再只是賣廉價的副品牌 我是想藉由這次的平台 將優秀亞裔設計師的作品 帶給全世界的消費者 是啊 原來你們現在要做的跟之前不一樣 畢竟網路是跨境 叫做網路商店 當然要做的比實體商店更有特色 商品要更具有原創性 這樣才能夠引人注目 你是我們的指標設計師 我希望能夠從你開始 為我們帶來更多 亞洲頂尖的設計師進來 讓我們新運動的格局更廣 你的理念是很不錯 不過要讓一個跨境平台不是這麼簡單的 資金要非常的充裕 所以我們把實體店減少 把資金挪到這一塊來 台灣這麼小 用不著開到時間店吧 我們把大師的作品放在網路商店上 大家都看得到買得到 這樣不是更好嗎 你的作品是跨界的 是未來的 所以我們的行銷 當然也會是以未來的思維來推動 你說是不是 你們的想法都很不錯 不過也只是嘴巴說說而已 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出個詳細的企劃書給我看看吧 沒問題 企劃書一出來馬上送來給您 Alan真的是誤會我們了 還好我們要找她解釋 可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要跟友年還有文綺他們說一聲 我反對 我們好不容易解釋清楚 現在跟他們講 不是給他們翻盤的機會嗎 可是我怕你兒子已經把這件事情 交給他們處理 到時候 到時候Alan就已經接受我們的計劃了 即使老闆看的是結果不是過程 所以阿姨 你這次才會被講了一句呢 說得也對 這樣能夠讓Alan 接受我們網路店的規劃 我想那才是最好的解釋 所以這次能不能勝出 就要看我們的企劃書了 我回去立刻開工 我們就來一個 逆轉身 嗯 啊 啊 我可以這樣 喔 喔 我的天啊 漂亮 演得也不好耶 一個無言下 行程特別企劃 讓我很珍惜大家這東西 對 因為演員朋友不好比較 嗯 其實講得有點太真心 對 用一天的時間 帶你走進一個帳篷下 通告費很高啊 跟你高 你你都不睬 2月2號初二晚間8點 盡情準時收看 台視頻道一個帳篷下 感謝福爾威創快篩冠名播出